你好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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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拿了一个碗了 觉得这碗大也不来的 跳不成爱 这碗本身也很不错了 雍正官瑶 黄帝绿彩的黄八子碗呢 哎呦 这不光是黄八子碗都 那您还怎么这里边 这里有三层镜丽 先说第一层 八子的八子 纪念康熙八岁登基 这是康熙款 康熙的 应该雍正了 我头会见到这个一般的雍正的多 也许我记错了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更厉害啊 想黄帝要想给谁接班的 八王爷 这边是四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听不到 清脆连荒城 要送王孙去 七七满别行 你那种感觉 哎呦 这首师盘不是康熙年 就是这意思 他那种问得何 人家王子王孙的感觉 你只是爱一个东西 他就想象力一旦展开了 他那种感觉 摁不住啊 但是我觉得难得的 就是康熙观摇的 黄地儿绿彩的黄八字碗 这有待案客的 这我真是爽心 来 请老师看一看 好吗 这个碗俗称黄八字碗 也可以叫鹰细碗 所以这是个传统的图案 各个窑里都有鹰细的图案 都是表现子孙繁衍 后继友人 那么这个黄八字碗 是从康熙开始创制 因为我们知道 康熙皇帝多子多福 三十五个儿子 二十个女儿 所以我们一看这个东西啊 拿在手上 感觉到有点打手 这就对了 康熙的磁胎呢 又细密坚硬 像糯米之胎一样 所以就感觉到 它有足够的重量 另外它太硬 它穿的衣服 也就显得紧凑 也就硬了 连绿彩也感觉到 非常的明亮 这是我们鉴定 康熙磁器的特征 所以这东西确真无疑 是康熙观摇 黄地绿彩 黄八字碗 恭喜你 现在大概价值呢 2013年的秋季 有这么一个碗 跟它一模一样 也是康熙款的 当时拍了63万五 那么这个碗保存这么好 几乎和新的一样 它的价值还要高过这价 应该在70到75万 好 谢谢 恭喜 恭喜 谢谢 我喜欢收藏 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 特别疯狂的 买这些东西的很反贵 这是它十多年前 十多万个人买回来的 我以为是嘴里做的 然后我还扣了扣里面 然后放这里面是铜的 好的问题 我觉得是真的 报应吧 所以20万 20万点 多谢您积压 我这个产品呢 是我老公 十多年前 在一个朋友家转过来的 十万的钱多吗 十多万吧 十多万 这件东西呢 底下有款大清前路年制 但是我们看这个分量 我一个手根本就拿不动 这个说明什么呢 它是一次性交 它这个丝也不是掐的 一次交注出来的 那么同事呢 填上去的法 也不是纯的 藤酸盐 好比这个红色 是带用品 所以这件东西呢 只能是摆设摆设 十六万贵的多 谢谢